说起来,火力军真的觉得有一些奇怪 在高端科技这个领域,美国不是领先就是统治 五代机出现了30年,美国就统治了30年 航母出现了110年,美国也领先了110年 自从美国企业号核动力航母出现之后 在核动力这方面,美国就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这一统治就是60年 即便到了现在,世界上核动力航母11艘半 美国占了11艘,剩下的半艘自然是 法国的半吊子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 航母出现了110年,许多国家都纷纷发展属于自己的航母 甭管是改造还是自研 但核动力这都已经出现了半个多世纪 却只有两个国家拥有 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真的有那么难吗 今天火力军就来唠唠 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共分为几部 作为水面上最强大的武器 航母那是各国海军必一生的追求 以航母为荣,以航母为傲 在这里面,核动力航母的综合性能又远超常规航母一大截 所以一支真正的大洋海军是非常需要核动力航母来撑场子的 但核动力航母又不是乐高玩具 随随便便就能组装起来 它的建造并不容易,绝非一日之工 下面就来跟火力军学一下打造一艘核动力航母需要什么吧 首先,你得学会如何建造一艘航母 二战以来,能够建造航母的国家都拥有着强大的造船实力 要么是顶尖的科研力量,要么是庞大的经费支持 说白了,要有钱,有财,还要有人 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估摸着,你只能造出一艘水下航母 按照当初苏联黑海造船厂长马拉洛夫对未完成的瓦良格号说出的一句话 来感受一下,一艘航母到底需要多少冬季才能完成 马卡洛夫表示,需要一个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 还有9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套配套厂家 惊讶了吗?这是需要一个国家完完整整的投入进去 才能完成一艘航母 所以航母对于绝大多数的海军来说是很奢侈的 这是一项设计数千个子项目,数万技术工人参与的超级工程 对于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完整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就算到了现在,也只有美中英法四个国家拥有建造航母的能力 至于俄罗斯,那是只有改装航母的经验 看看在黑海冒着黑烟的库兹聂佐夫号 就知道这个国家什么水准了 这艘航母估计都要进ICU了 对了,火力军忘记,还有一个印度 这家的航母情况大家也基本可以了解 基本上该犯的错误都犯了 开工一二十年,仍是一个半成品 要知道,印度航母可是打破航母建造史上的三项记录 建造时间最长,下水次数最多 以及还为服役就大修 说到底还是实力不足的缘故 有多大能力吃多少饭 穷兵独武没有好下场的 不要小看打造一艘航母 这可不是随便去森林砍点树拿回家聚一下 用钉子捶出来的 航母是海军的超级武器 有一艘航母,你就是世界的威胁 有两艘航母,你就是世界的巨大威胁 有十艘航母,你就是世界的保卫者 这个世界上99%的国家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摆在造船厂总是爆炸 炸死的不叫航母 总是躲在海港里不出门的不叫航母 搭载不了固定翼舰载机 只能起飞直升机的不叫航母 只能当一仗队海上公园用的 也不叫航母 什么乱七八糟的两栖攻击舰 排水量三万吨以下的玩意儿 就不要拿过来凑数了 而且只有航母还不行 你得有一流的舰载机 一流的航空兵 还得有一流的核潜艇 一流的护卫舰队 还得有一流的防空导弹雷达技术 如果你的整体军事水平不行 光有航母 那也就是人家眼中的靶子 世界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核动力航母 是美国的企业号 而它诞生于60年前 那时候的其他国家估计 连核反应这个东西还没搞懂呢 人家这边已经开始弄到军舰上了 也仅仅只有苏联能够跟着美国的脚步 其他国家还在玩泥板 人家这边已经开始建造高楼了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没办法 当时的美国占据着 当时世界上非常多的资源与科技 完全有足够的财力 去完成这种大项目 同时也有能力去完成 无论当时的美国还是苏联 都有着核万能的思想 在陆海空各个方面都在推动着核武器 把核反应堆搬上企业号之前 美国早就已经完成核动力潜艇的研发 并且也在长滩号核子巡洋舰上 完成了舰载核反应堆的测试 为了解决当时核反应堆输出功率低下的问题 美国一口气在企业号上 安装了8座ARW核反应堆 单台输出功率达到了3.5万马力 8台可以为企业号提供28万马力 但因为核动力反应堆安装的数量太多 导致企业号的体重急剧增加 排水量甚至达到了9万多吨 舰长也到了341米 成为当时最长的军舰 并且8台核动力反应堆用起来非常不舒服 所以企业号航母也仅仅打造了一艘 但美国从这件事上体会到了核动力航母的甜头 凭借着企业号航母的经验 美国再次研发出单台功率达到14万马力的A4W核反应堆 美国海军现役的尼米兹航母上用的就是这个 仅仅需要两台A4W就能获得28万马力 轻轻松松驱动尼米兹航母在大洋遨游 核动力航母除了其本身的技术性能及对作战的优势外 还有自带的威慑属性核 像什么核弹核动力潜艇等等 在普通人眼里带有核自的武器天生具备了更高威慑能力 核动力航母作为现代海军强国硬实力的标配 还真不是谁想建就能建的 美国凭借着核动力航母获得的好处 被两个国家看到了眼里 一个是欲与美国争霸的苏联 一个是自命不凡的法国 眼红啊 这真的是个好东西 当年与美国平分天下的苏联帝国 曾经建造了9艘航空母舰 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 也没搞出一艘核动力航母 苏联海军在核动力潜艇上的发展 那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苏联也尝试着把核反应堆搬到水面舰艇上 例如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 当时苏联也想发展出核动力航母 毕竟深蓝海军一直都是苏联海军最坚定的梦 实际上 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苏联海军就已经意识到了航母 特别是核动力航母的重要性 苏联在航母上的思路与美国不同 但也先后制造成功了三代航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苏联海军就在着手建造一艘排水量超过8万吨 可搭载70架舰载机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 使用四台KN3型核反应堆 研究了十多年之后 乌里扬诺夫斯克号终于在1988年11月正式开工建造 但谁也没想到 三年后 苏联就解体了 才完成45%工作量的该航母 也不得不停工搁浅 除了苏联的尝试以外 自命不凡的法国也在跟着搞 也就是我们现如今看到的那半艘核动力航母 戴高乐号 实际上戴高乐号航母的体量没必要非使用核动力 但浪漫的法国人 同时也是好面子的法国人 核动力设计也就提上了日程 法国想法也很简单 直接把核潜艇上面的反应堆拿来用 给戴高乐号配置了两台K15核反应堆 总功率还不到8万马力 大哥 人家美国企业号虽说9万吨排水量比你多一半 但好歹你的动力输出也到人家一半吧 你这不足8万马力的核动力航母 是来搞笑的吗 戴高乐号动力不足不说 还仅能维持25节的高速航行 正常情况下 只能搭载30多架舰载机 综合性能直接被打骨折了 并且戴高乐号的核反应堆还总是出问题 时不时就要维护 六七年就需要更换燃料 你这样还不如烧油呢 涂啥呢 因此截至目前为止 世界上除美国外 唯一一个造出核动力航母的例子 也只是造出了半艘 浪漫的法国人真心不如学学隔壁的英国 人家老老实实地搞常规动力航母 有多大的碗 吃多少的饭 当然了 就美国而言 核动力航母的路子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最新的福特级航母就是成果 福特级航母上使用了最新的AEB核反应堆 在保证功率的前提下 新式核反应堆的技术可靠性和维护性更加先进 所以目前来说 核动力航母发展史可以分成三条线 第一 美国线 第一代核动力航母企业级 核反应堆小式牛刀 第二代核动力航母尼米兹级 核反应堆积累经验 第三代核动力航母福特级 造就世界最强大的航母 结果研制成功并成功服役 其二 法国线 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 结果核动力虽成但仅堪用而已 其三 苏联县 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 结果半途而废 毫无疑问 美国海军在核动力航母上的经验和实力 是傲视群雄的 同时美国也是核动力航母 使用经验最丰富的国家 尽管是美国 其在核动力航母上也是曲曲折折的 核动力航母是采用核反应堆 为动力装置的航空母舰 关键技术就是核反应堆小型化 拥有核电站的国家多了 拥有核反应堆小型化技术却没有几个 苏联建造了那么多核动力潜艇 最终也没有搞出来一艘核动力航母 这就是明白的例子 核潜艇才多大排量 最多也就万吨 但核动力航母一般排水量都在十万吨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核航母的反应堆要大的多 要求也就越高 所以两者建造难度不是一个量级的 法国的戴高乐号使用的凯旋级战略核潜艇的两台K15压水堆 就是用来驱动万吨级潜艇的 而戴高乐号航母的吨位达到了4万多吨 你两台核潜艇的反应堆就想来驱动吨位达到核潜艇5倍的航母 睡觉吧 梦里啥都有 除了技术难度以外 核动力航母的成本同样令人折舌 以目前全球数量最多的尼米兹级航母来说 尽管它已经服役数十年 但造价依然超过70亿美元 与其相比 美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福特级 由于使用了更多的前沿技术 造价更是水涨船高 早已超过了130亿美元 要知道 美国海军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居世界第一海军宝座 就是因为同时可以出动多个航母战斗群 这也意味着 如果要建造核动力航母 仅仅造一艘根本起不到关键性作用 而数艘航母问世 其造价成本以及相关配套的航母战斗群费用 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也正是这个难以逾越的成本门槛 在航母研发上 同样深有信德的苏俄 始终都没有圆了核动力航母的梦 苏联时期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核动力航母失败了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最新一代北风之神 装备了更强大的OK650型压水反应堆 在技术方面 已经达到核动力航母的标准 但俄罗斯的核动力航母却始终没有问世 根本原因还是只有一个字 穷 相比之下 目前只有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是使用的专门为航母研发的核反应堆 虽然动力性能更高 但因为技术门槛也更高 而且很耗钱 所以几乎还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到 航母的核动力装置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到方方面面非常复杂 即使解决了核动力反应堆的难题 还有核反应堆功率体积比例与航母空间布局 设备系统的安全 更换核燃料时 如何防止核辐射污染 退役后的处理问题等等 都需要在开工之前全部解决 一般来说 一艘七八万吨的常规航母 动力功率相当于一个二十万人口城市的热电厂 而核动力航母 则是相当于把一座核电站安置在空间有限的航母上 并且四面八方都是武器弹药 如何确保安全 就是最大的挑战 否则的话 核反应堆上 航母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美国核动力航母统治世界几十年 从没遭遇敌手攻击 但却自我毁灭了至少两次 1969年1月 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就曾发生过意外 当时因为舰载战斗机挂载的火箭 突然发射引发爆炸 结果导致28人遇难 15架飞机报废 17架飞机受损 航母甲板上还留下了5个大洞 差点就葬身海底了 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也遭遇过重创 那次是因为一架610号电子对抗机降落失败 撞向甲板上的机群 从而引发了爆炸 事故共造成14人死亡 另有11架飞机被摧毁或烧损 但即使如此核动力航母依然是世界大国海军的发展目标 因为核动力航母是掌握制海权和海上制空权的大杀器 所以包括俄罗斯和法国都在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 至于为什么要发展核动力航母 那当然是这里面好处多呀 第一个优势在于核动力的持续续航能力 虽然常规航母和核动力航母在速度和巡航能力上没有非常大的区别 核动力航母因为不需要航海燃料 意味着整支航母战斗群 只需要为护卫舰以及驱逐舰等准备补给原料 大大的降低了补给的难度 免去了加油的麻烦 因此可以保持较高的载航率 关键是一旦战争爆发 假如海上能源通道被封锁 或者补给港口被摧毁 那么常规动力航母就很可能成为一堆废铁 相比之下 核动力航母则可以长期在海上活动 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海上可以航行半年之久 持续作战能力更强 正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和潜艇大多是核动力 所以也让其成为了美国其他军种中 对石油依赖最低的一个军种 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该国军队2005年采购的燃油总量中 空军消耗占比73% 陆军消耗占比15% 而海军消耗只占比8% 第二个优势就是核动力航母可以极大减小航母舰导对模 航母上寸土寸金 没省出来一点空间 就能为舰载机预留出更多发挥的空间 说到底 航母战斗力是由舰载机来保证的 能够容纳更多的舰载机 一直都是各国海军最大的追求 要不然美国干嘛每艘航母都上10万吨 你拿印度航母的舰导 对比一下美国福特号航母的就明白了 另外 还有英国航母的两个舰导 你就会发现两者舰导规模不是一个级别的 核动力航母的舰导 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使得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可以调整出多达4个弹射起飞装置 远远要超过其他国家的航母起飞效率 在战争时期 航母舰载机起飞的速率代表的 就是这个航母的直接战斗力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核动力航母的最大优势就是动力强 排水量大 所以它可以搭载更多的重型舰载机 包括大型预警机 如此它的制空和对海对地攻击能力就会更强大 三艘中型常规动力航母的攻击能力 也比不上一艘核动力航母 最后一个关键优势在于 有害废弃的排放 常规动力航母在燃烧燃油的过程中 会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 这些气体一方面威胁着航母上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也在加速航母的老化 降低航母使用寿命 不要低估航母行进过程中的尾气 近十万吨的航母在燃烧燃油这一块 也是非常恐怖的 当然 这些气体的排放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威胁 会干扰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 这在和平时期可能并不明显 暂时匆忙的环境下 一点细微的变化都能影响到飞机起飞降落 更何况航母排放的大量不明气体 最关键还是前面提到的 这些有害气体对工作人员身体是长期的 这也是如何建造一艘航母的整体难点了 这下你知道该如何建造一艘航母了吗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